我們從布里亞特 我們現在已經慢慢快要接近奧利鳳島了 你會看到一條路就是這樣長長直直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奧利鳳島的路上 如果今天冰城冰有夠夠的位置 我們的車子就直接由黑鎮開過 但是冰如果不夠夠 我們就必須要搭氣墊船 我們待會看到我們開車去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叫做URZ的四輪七棟的吉普車 就是我們可以說 哇冰有夠夠喔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人入雲喔 終於到了貝加湖 終於到了 到了 太開心了 來上車了 哇 我們現在搭吉普車 哇冰城有夠高 所以我們搭著吉普車 這個就是IWAZI烏拉四輪傳動車 哇 我們現在已經在飆了 在貝加爾湖的湖上飆車了 哇 好刺激喔 我們現在開著路 底下就是湖 就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深的一個湖 也是水容量最大的一個淡水湖 布里亞特人的傳說 貝加爾湖是一個自然的海 所以 它的湖有640米 這個貝加爾湖可以說是全世界水容量最大 美國的5大湖 5大湖都沒有水容量跟貝加爾湖差不多 所以 曾經有一個當地的導遊跟我說 貝加爾湖的水 我們 世界大前 可以讓所有人吃20年吃不到 看這個黑湖有多大 那現在整個湖全部都是結冰了 現在只是我們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現在剛剛開始而已 你看就是坐在車上 就是這麼刺激 你很難想像這麼大的湖 三萬一千邊峰公里 哇 真是浩瀚無寂 其實貝加爾湖 我們看到這個 它是水沖到說 當它結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湖底下的40米 貝加爾湖的湖底也有溫暖 有時候也會小小的地震 那這個貝加爾湖可以說是 真的非常的獨特 不管景觀獨特 這個蝦裡面的物種也很豐富 所以人們 大家人都把它穿上去 它是一個自然的寶庫 那也是西伯利亞的明珠 所以這個蝦為他們西伯利亞 帶來非常多的觀光財 現在到熱天、冷天 幾乎都是訂不到旅館了 你看我們在湖上 這一種感覺 大家會不會想要來 其實我們這團 迷你團 我們很難賺錢 但是我們可以為拍片 可以為了讓我們的觀眾來欣賞 哇 這個就是在貝加爾湖上了 我們前面這一小段 我們就開始 大概半個小時吧 大概會開半個小時 就會到陸地 然後陸地以後我們就會回到禮館 真正要進到貝加爾湖的最漂亮的地方 還沒開始 這是小戲而已 我們的大戲在後頭 這個只是剛剛開始 這個地方還平坦 等我們明天真的進到貝加爾湖 去到河坡角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哇 這個湖真的是貝加爾湖太壯觀了 你看這裡好多人 最近這幾年開始 每一年貝加爾湖都有很多人來 我們每一年一定會出好多團 我們從二月初一月底就開始有團了 北加爾湖的南兵 還有極光列車 這個都是我們一百年最拿手的產品 也是可以說在賣工超大 我們真的也就是出最多團的一家旅行社 希望大家在電視機關中的觀眾的朋友好朋友 我們大家如果想要來北加爾湖 蒙古 西伯利亞 俄羅斯 真的 找我們就不會錯 大家在電視上可以看到 我們每一年都出這麼多團 每一年都拍這麼漂亮的影片 但是這一次是非常不一樣 因為很多地方都不能空拍 所以趁著貝加爾湖還能空拍的時候 我們就拍著我們的專業的攝影師 來拍貝加爾湖的南兵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清澈可見底的南兵 哇已經快到了 哇你看我們從冰上已經要開到陸地了 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貝加爾湖 你看他這邊喔 你看我們的車就在冰上 哇這個真的是一個超級經典的畫面 然後看到沙 然後看到冰 我們現在就是要往奧利湖島 哇這次超刺激的 我想人的一生一定要來一次 不能不來 一定要來 我們會在貝加爾湖 讓大家看到最漂亮的 一定把最漂亮的貝加爾湖 讓觀眾朋友看得非常開心 往前看全部都是藍色的齁 你看藍色的天空 加上湖水這樣互相揮映 很自然它的冰就是藍色的 那坐在這個吉普車上 其實是他就沿途幫你按摩 來到奧利湖島是沒有柏油路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建議 來奧利湖島這邊自由行 一定要參加團體比較安全 那我們已經到了我們住的里館了 這就是我們住的飯店 你看這邊這麼典雅 這麼典雅的飯店 在木屋 而且可以看得到貝加爾湖 房間這麼漂亮 你看 好像在海洋 你看 每個人都說漂亮 所以我們在貝加爾湖 我們住兩間越多 兩間越多 都各有千秋 哇